锅包又 探店霍比多真假厨子说 只关小管 俩人1280 另外收罗10%的服务费 非常商务 锅鸡熏猪手 89块钱 和酱猪蹄一个碗就是没骨头 挺好吃的 我们过去做这种脱骨的猪蹄很麻烦 工夫钱 时间钱 这个东西真的 小半酱卡罗 也是89块钱 这个拌的就一般般老头 海螺的口感还是不错 味道拌的真的挺一般 下酒菜 净爆小八爪 199 咸鲜微甜 小菜炒挺好吃 这菜量有点少 招牌鲍鱼饱 599 口感和味道还是很好 葱烧的口 烧的不是特别的透 刚才我吃的那只鲍鱼的嘴 那儿熟食的不干净 它原始的牙齿还散 进了嘴以后才挑出来的 这得 它那点点意思 它这也是那种活的鲍鱼 我没有人给这活的鲍鱼还说挤头挤头的 因为活的比干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599是8只鲍鱼 还好吧 这个东西不算太贵 锅包又了 99块钱 够焦够酥 糖醋盒也好 这这样大糖醋盒 高度的酸和甜 这边菜量太小了 这一盘我已经能全吃了 小鸡炖蒸馍 129块钱 鸡肉是去骨的 浓稳味道挺好 烧的口合适 它肯定是在用的时候挺长的 然后它这汤很黏嘴 挺好吃的 但是这么精细就不像东北台了 这小锅蒸的这个米饭39块钱 所以这米饭送的 华子菇 小鱼 虾酱 有人也是用这个虾酱拌这饭 挺好吃的 鲍鱼汁拌饭 好吃 小鸡跟蘑菇的那汁 还是这汁好吃 比鲍鱼汁香好吃 说话比大董那个好吃 它这米饭是不是装过的线糙 底下是一个小整整汁汁 估计这个半个小时 搁着饭板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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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着呗 有点意思 对 总体来说 东北菜做到米其林是因为它精细 精细到成熏已经变成叶菜了 明白吗 而且很商务